喂 我 你说话呀 我告诉你 我在医院呢 刚做完臂肠 医生说我肚子里的孩子很好 就是缺乏营养 还不说话 那我挂了 我是 你谁呀 我是卫明的妻子 找我什么事情 我想见见你 好啊 我也想和你谈谈 在哪里见面 你发我手机等些女孩吧 那好吧 那好吧 我们就开门见山 我也想替卫明 还你一个公导 你说吧 多少钱 能够弥补对你的伤害 又是卫明让你来找我的 真没钱 是我自己要来见你的 明明是我丈夫 作为妻子 我想分担她的痛苦 如果说你的要求 不是漫天要价的话 我会答应的 还有 还有小孩 如果你一定想要生下来 或者说将来 你不能抚养了 我会和卫明 一起把她养大的 但前提是 你不能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我现在知道卫明身上 那么多无耻的毛病 是从哪里来的 你把钱看得太重了 钱满不来很多东西的 如果说很多事情 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所以把你的钱去留着 养你的男人去吧 我不会要的 至于孩子 我死都不会给你 你别老盯着我的孩子嘛 你又不是没有生育能力 自己去生一个好了 好 李总 您看一下这个 今天的会议我定到了十点 您要是没问题的话 我就通知下去了 好 通知吧 李总 这是今天的日程安排 今天的日程我要修改一下 上午十点我要召开一个公司的高管会议 其他的时间协调完之后才通知我 好的 好 魏总 这是您要的报表 好 交给我吧 好 对了 小黄 我有一个重要的事 不要让人来打扰我 好了 魏总 嗯 在忙什么呢 还不让打扰 我理理思路 等会高管会议不能露怯啊 放心吧 你你现在的业绩 没人敢小瞧你 那也是你赵总长的栽培啊 你好好干 我呀真巴不得能把公司交给你呢 那个时候 我就能回家享清福了 我昨天去见秦月了 不是 你见她干嘛呀 我给你整理衣服 发现衬衫口袋里有一张电话卡 明白了吗 不是 你这么做你觉得有意思吗 怎么了 你为了联系她 专门留着这张卡 那是我以前的卡 我知道了 可你还是为她准备着 为什么呀 现在还不够乱嘛 你非得搅拌在里边啊 怎么了 我就不能知道真相吗 什么真相啊 有什么真相我隐瞒过你啊 那你为什么还留着卡 我是不想让她知道我现在的号 你完全可以不跟她联系 不是 她怀着我的孩子 你说我联系不联系啊 你说你这是何苦啊你 我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我们